一本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它是一套书叫做 好久好久我们的神话故事里面的其中一本 那这些通通都是上古神话 所谓上古神话就是很久 叫皇帝大禹那个时期 然后那时候还可能会有一些 神怪的气氛在里面的 因为那已经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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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事 不可考证了嘛对不对 所以可能会再添加了很多神秘的神奇的色彩 在里面的上古时代的故事 那我要开始说故事咯 后裔社日的故事来自好久好久 我们的神话故事 作者是一个作者群 是一群人一起画的 一起设计的叫做断章取义 是这一个工作室 这个组织他们的名字 因为有个姓张的 好像还有个姓陈的吧 我说断章取义 好发行是幼浮文化发行的 我们要来开始说故事咯 开始就是这样子的 要横过来讲 你看这个有一个好高好高好高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很高的树吗 我们来开始说故事咯 传说啊 遥远的东海有一个叫做汤谷的地方 汤谷就这一个神树 这一棵神树 好长哦 名叫做福桑 有一个上古的名人也叫福桑室 对不对 名叫福桑这棵树 你不认识 没关系你们不是同一个年代的 你不认识他也不要紧啊 这棵树好高 你看我们一页都拍不完呢 人可能都还不知道在哪里 那小小的这棵树这样直达天际 这高这么高这么高 几丈高 天地就是在天上的神啊 天地 皇帝的地 天地地郡的十个太阳儿子就住在树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还有一个在值班的最高的十 这十个太阳都是天地的儿子耶 哦 他们都是贵族 对不对 都是皇子天地的儿子 每当黎明来临 就是黎明是什么 天快亮 对不对 黄昏是什么 天快 黄昏是天快黑是黄昏 天快亮是黎明啊 这是不同的形容的方式 你看我们讲同一件事情 有各种不同的形容词啊 是不是听起来更有感觉 更浪漫了啊 在黎明的时候 天快亮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太阳 看轮到谁 只班拿一个儿子 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 四儿子啊 就会有一个太阳 跳到海面 跳出海面 反正就出来了啊 新的一天就开始了 从这个天亮开始了 太阳出来了 天就亮了 隔天 再换班很公平 隔天再换一个太阳升起 十个太阳就这样轮流的照耀大地 其实这样蛮好的 他们周休 不是周休 十天 工作一天 休假九天 好赞哦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 薪水多吗 薪水哦 我看薪水是不多了哦 虽然他们是皇帝 天帝的儿子 可能是没有薪水 这是义务的工作 小妹讲到重点了 哦 那可能不够钱 让我把小孩养大 那我还是再考虑一下好了 可是他这个耶 周休 不是周休七日 还再多两日 休九天 工作一天 这个就是这些太阳门 那个时候的太阳门的工作形态了 他们是这样子排休的 日子过得挺好的 好啦 日出的景象 庄严又美丽 一间所有生命在阳光的照耀下 生活的幸福又和睦 你看这些古时候的人 头发都长长呢 因为没有理发师嘛 我们现在在家门口 不是不是家门口 路上随便就有很多美法店 可以做各种不同的造型 可以剪成短头发 比较利落 甚至还可以染不同颜色的头发 那以前就是讲的 蓬蓬的 你看他这个上古的故事里面的人 头发都是这样子的 蓬蓬的 连神农士都是这样 留的长长的头发 都好像都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没有特别的打扮 等到之后有什么 公 就是皇宫啊 皇上啊 嫔妃啊 跟那个古装剧之后 才开始盘头发 才开始漂亮的 以前都是直接放下来的 那人民都很淳朴啊 没有穿什么漂亮衣服 光溜溜的 你看就屁股包的一个 可能野兽的皮啊 或者是树皮啊 就变就这样就好了 崇尚自然 天体啊 大家都是很自在 年过去了 哇你看以前的日子过得可真慢了 过这么久才一千年 一千年还这样的 还是没有绑头发 还是小野人那样子啊 那这些太阳啊 也出来这个社会上打平一千年了 他们这每个太阳都 这些太阳你看 我原本以为他们就是个火球而已 不是只有火球 他们好像是鸟 不同的火鸟 对不对 他们还可以互相讲话呢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燃烧的不死鸟 那一万年也过去了 哇 那你们老了 一万年过去了 太阳门呢 每天都这样 虽然说九天休一次假 第十天才要上班 日子好像过得很好 可是你日复一日 都过这样的日子就不好了 他就觉得无聊了 一千年都这样十天工作一次 一万年也这样十天工作一次 太阳觉得好烦哦 好厌倦哦 有一天呢 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啊 就开始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了 叽叽喳喳的 他们想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为什么每次都只能有一个人呢 一个人就很无聊 一群人就会有趣多了 我们为什么一群人呢 我们十兄弟一起出去 不是挺好的吗 走路有风 大家都跟我们让路了 我们多帅气啊 我们可以一起遨游天空 光是想啊 就觉得这个画面很有趣呢 天要大棒光明了 就我们十个十兄弟 就像那个莫特尔一样 走台步在天空上 逍遥自在 哇 也是很张狂的 他们就觉得这样很不错 果然 隔天当咕咕咕 鸟叫了之后啊 就一些太阳 嘘嘘嘘 通通都飞出来了 你看 而且 都很高兴呢 他的表情 解放 你怎么一万年才想到这件事呢 一万年才想到 跟兄弟姐妹一起玩 我们小朋友 不会反应这么慢吧 对不对 我们小朋友一定想说 天天到跟我的兄弟姐妹 一起玩才过瘾 那这十只小火鸟 现在才想到 他们就一起出现在天空了 哇果然一起玩才好玩呢 他们自由的穿梭在广阔无垠的天空中游玩 就是没有尽头就叫做广阔无垠 这是一个成语广阔无垠 无止境的好大好大好大 爱怎么跑就怎么跑 永远跑不到尽头的天空游玩 那感受到了一起玩是多么好玩之后 他们就觉得说太棒了 我们过去一万年太傻了 我们早就兄弟们应该手牵手一起玩了 他们就决定了 我们以后每天都要讲 每天 一天又一天 果然有人说 可是他们聚在一起会很热吧 对会很热 糟糕了 果然他们就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了 十个太阳 他们一起出来就是十倍的热 原本呢 以前没有那个温室效应 我猜以前古时候的气温白天可能就二十几度 顶多到三十度 应该不至于太热 而且以前 树林没有被砍伐 海洋也很干净啊 对不对 空气也很清新啊 以前的日子应该是过的是挺好的才可以围一个屁股就跑来跑去了 不用穿厚厚的衣服啊 也不用吹冷气 也不用绑头发 那但是十个太阳一起出来那就不行了 这个世界啊都着火了 你们看哎呦 动物也都是他们原本都吃小动物的嘛 或吃森林里的果子啊 吃吃草 吃吃水果 吃素就好了 现在森林通被烧焦了 也没有树木了 连草都没有了 那还活下来的动物 你看这里是野狼 好饿哦 这些猛形野兽就从森林里面跑出来了 或者是他原本是在河里面的那个河神 河鬼怪 尼斯湖水怪之类的 我现在就不能待在河里了 那个煮熟了 跟滚烫的汤一样了 那是沸腾的啊 那通通都跳到陆地上来了 肚子又饿 那就吃人啦 好不然还能吃什么呢 小兔子已经都烧焦了 变兔子干了 我不能天天吃兔子干啊 对不对 口又渴 那我就吃人好了 你看哎呀 人自己已经没东西吃了 已经家都被烧掉了 什么都完蛋了 还要躲避这些猛兽 日子过不下去了 通通都只能等死了吗 哎呀 大家都好痛苦哦 你看 妈妈抱着小孩在那里哭啊 不知道怎么办 爸爸也是很紧张 面对巨大的灾难 渺小的人类束手无策 我们能怎么样呢 我们不能 我们可以努力工作 但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啊 对不对 一时之间 他们只能在苦难中 不断的向上天祈祷了 那那个地震 就是天地嘛 我们刚刚说 那个时候的天神 就叫做地震 地震应该也是个鸟 你看他的眼睛 也是这样子尖尖的 哎 他的眼球还是这样 像风火轮一样的呢 怪不得会生出十个太阳儿子 你看这些儿子啊 地震啊 他也很生气啊 我一个不留神 你们十个就给我捣蛋 是不是 这个你生一个两个 你问爸爸妈妈 生一个两个 真的就已经累死了 生了十个孩子 你看这爸爸怎么管了啊 地震啊 他很生气 就把这十个儿子啊 骂了一顿 真的太调皮了 现在通通不听爸爸的话了吗 可是爸爸还要忙啊 还是没有办法管啊 而且这十个小朋友 他们违规过了之后 觉得违规的日子 真的是过太好了 我们为什么 我不要老实过日子 我们就是要这样 所以他们不改 被爸爸骂了还不改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不改还是一样的 做这些恶作剧的行为 连其他的神明啊 也出现不满的声音了 上古时代嘛 有各种不同的神啊 河有河的神 风有风的神 某一棵树也是神 某一种植物也是神啊 好 那地震觉得啊 不能再这样子了 你们十个啊 你们十个小朋友 在出去外面得罪人 得罪神 那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一定要想办法处理一下 但是我忙嘛 那我要找谁来帮我处理呢 我就派他 他呢 这个人是谁啊 你看这个帅气的 他有衣服穿 我们其他人 为什么没有衣服穿 他不带衣服穿 还有耳环可以戴 还有一个公 他这个果然不一样 他呢 不是普通人 他是帝君的一个 很得力的一个属下 一个部属 他是一个军人啊 天神就命令 天神呢 就选了他 他就是后裔 他就给这个后裔 他给后裔一把红色的神弓 一袋白色的神剑 你看这个是弓 发射用来发射的 这个就是剑 一袋白色的神剑 命令后裔 你赶快去警告我那些不听话的孩子 你们在不听话 就要处罚你们了 要用剑射你们了 吓吓你们 好 那后裔就降落到人间了 他真的毛发很澎湃 很多人会很羡慕 后裔来到了人间 就看到真的耶 哎呦 人民这过的是日子吗 不但没有东西吃 这就是沙漠了 还是烧焦的沙漠 这一条原本一定是河谷 现在干干巴巴的啦 什么都没有啦 那人们呢 人们没地方住 只能躲在山洞里面 而且只能活活饿死了 这剩下人 没有东西吃嘛 什么都没有 水也没得喝 你现在就是只有自己饿死可死 和被猛兽吃掉 两个可能 那不是很绝望吗 他看到这样啊 后裔真的是很替人类感到难过 哎呦 你看这边有一个人躺在这里 哎呦 这个人躺在这里死掉了 后裔觉得太过分了 真的是很生气 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助这一些 无辜的老百姓 无辜的人类 所以呢 他在巡逻了一下以后啊 他就赶快呢 往天空飞 他要把那些太阳给赶走 让人类的生活可以赶快恢复好一点 他呢 就飞到了这个 那个时候人世间最高的一个山峰上面 他就站到那个高高的山峰上 这样我才离你们近一点嘛 对不对 可你看这些鸟还在 哇 哇 我要出去玩 哇 还在那里不知死活 你们完蛋了 我跟你说 好 他们还在那里玩得很开心呢 后裔啊 站到了这个高高的山峰上之后呢 他就大声的说 天上的太阳们 不要一起出现 这样会让世界造成巨大的灾难 回去吧 回到你们的树上去 以后 一次只能有一只出来 否则我只能用我手上的这个神弓 哎呦 这个神弓啊 来解决这个问题 说完呢 后裔就举起了 我不是只讲讲啊 我真的要射你们 他举起了那个神弓 摆出了射箭的姿势 可是太阳不怕 你看他们还是 哇 哇 哇 出去玩 哇 还是很高兴的往四面八方飞 因为为什么 他们觉得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在这里跳皮肚蛋 连我爸爸都不能把我怎么样 你现在说你要建设我 我爸爸会答应吗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电视上不常常有 那个 无赖吗 对不对 不孝子啊 或者是有一些人 你知道我老板是谁吗 啊 你知道我是谁谁谁的助理吗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他们这十个太阳就是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我是天地的儿子 我爱到哪里玩就到哪里玩 所以一点都没有把后裔放在眼里 你们这十个不孝气 气死了呢 我身为妈妈 我看了我都生气 好 后裔是军人啊 他没有在那里跟你说 各位小朋友 你们听妈妈 你们听老师说 我们呢 做一个很乖的小朋友 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他不是这种 慢慢跟你商量的 我是军人啊 我刚硬请告你了 我已经提出了 这个给你们这个方案了 叫你赶快走 以后一次一个 我讲了没有 我讲了 我讲了你们也听到了 对不对 那是你们 我的长官 你们的父亲 现在呢赋予我权利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就是会设你的 后裔呢 就拉响了 他的这个弓弦 那太阳门呢 就吓了一跳 可是 他只是拉一下弓弓 军出 刚这样 一下的那个声音 太阳就吓一大跳 可是吓完了之后 他们赶快稳定一下心情 以后走开又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还有一个呢 好 还是十个 我们都还在啊 没有人死嘛 哎呦 你假装的 你骗我们 后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吧 这一些小鸟 太阳门就 哈哈哈哈 他们就哈哈大笑了 笑这个后裔啊 你不敢 我就看你没走 你不敢 就是开始挑衅了 所有不该做的事情 你们这十个都给他做尽了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 好 后裔真的生气了 我一而再再三的警告你们了 你们都不听是不是 把我弄得很生气 你看他脸红红的了 他真的气气炸了 他被他们激怒了 他心里想说 你们哪 不知好歹 把人命当作儿戏 你们在这里还笑得出来 下面的土地上面 死了多少人 你们还笑得出来 我一定要代替地君 教训你们 所以呢 他就真的去 拿那个箭筒里面的箭 就是个白色的箭 我们刚刚说红色的弓 白色的箭 对不对 他真的就拿箭了 原本只弹一弹那个弓 吓吓你 现在我不是了 我要除掉你了 他一搭箭 咻一下的一射 马上硬生就一只鸟 你看这里 马上就一个太阳 硬生掉下来了 我这个是百发百中的 射出来呢 就不会有弹无虚发 马上就会有一个命中了 你看这个太阳 他是不是没有那个黑眼球的 其他的太阳眼睛里面 都还黑点点 对不对 他被黑点点 就代表死掉了 没有灵魂了 就死翘翘了 第一只太阳就死翘翘了 其他太阳看到还得了啊 你现在是宰了我的兄弟姐妹吗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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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坠落了吗 怎么会这样子呢 很生气 他们就组成了一个火鸟特攻队了 你看啊 他们通通排列成攻击队形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九只 还我哥哥的命来 他们呢 就通通往后翼的身上扑了 我要把你们呢 通通给他 把你烧死 好啦 他们啊 要烧死后翼 那说是十 那十块 后翼呢 又一口气 他这个是职业军人 神射手啊 他就咻咻咻 连射三箭 就又有三个 我们刚不说弹无虚发吗 又有三个被射中的太阳 从空中坠落了 那这样加起来 三加一是多少小朋友 四百八十一 不要乱讲小朋友 四啊 就这样 咚咚咚 掉下来了四个太阳啦 现在天空还剩几个太阳 三个 什么 十个太阳 一二三四 死了四个 还剩几个小朋友 三 不要乱讲啦 好了 六个 十个太阳里面 射了四个太阳了 只剩六个了 哇 那剩下的太阳吓坏了 他不开玩笑的 他随便就把我们的三个 五个 六弟 什么都有问题 你算数起来有问题 他都是六 他就是被你教坏的 你不要乱 有四个被射中 他是比较晚回答 四个被射中 剩下六个 不是四就是六 没错啦 你不要乱教弟弟妹妹 现在来听的都 年纪都比你小 你不要乱讲 好 没有六年级的 不太可能吧 现在听故事的 五年级六年级的吗 五年级六年级 现在应该都在那里 滑手机 会不会 我们也 我们听故事也在滑手机 好 反正剩下六个太阳吓坏了 我老天爷啊 这什么终极大屠杀 太阳门就开始啊 四川奔跑了 赶快哦 飞哦 逃跑哦 溜哦 可是呢 你不要惹这种疯狂的人 后裔现在也是杀红颜 但老实说有点帅 他这个 插发真的好帅 对不对 头发这样 这个不是头发啦 这可能是他 他的造型 对 感觉像羽毛 他可能也是什么神 后裔呢 一剑快过一剑 他没有停哦 继续射 帮帮帮帮帮帮帮 咻咻咻咻咻咻咻 太阳呢 一个就接着一个的从天上坠落到地面了 最后啊 这样射射射射 只剩下最后一个太阳了 你看说被射中太阳都眼睛没有那个黑点点了 对不对 没有黑眼球了 失去了灵魂 好 只剩这个 哎呦 他看起来好忧愁哦 怎么办 我要躲到哪里去 最后一个就是我了 我也要死了 他吓得要死啊 苦苦求饶 那不只是他 连地上的人民啊 目睹这一切的人民 也赶快冲出来为事了 赶快冲出来 喊停 哎呀 后裔大人啊 请你这个高台贵手啊 你还少留一个太阳的 否则等到这个太阳一被射死之后 这 我们那个 老天爷只有十个太阳 十个儿子啊 没有了以后要 哪还来的 了这么大 这么亮的东西来照耀 我们的世界呢 这样子啊 天地会陷入一片黑暗呢 我就又到了这个 盘古开天辟地了 浑豚的时候了 你看那个时候 都是这样子 黑妈妈的 什么都没有 你看那个时候盘古 那个时候 对不对 那你现在没有 没有太阳了 不行啊 那后裔也想想 对了 我也是稍微冲动了一点 对 而且回去他可能要被老板骂了 把老板的十个儿子里面杀掉九个 好后一想那一想就好 停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次要变太阳饼 对 不是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后来他老板怎么原谅他的 可是这十个太阳确实是作恶多端啊 那个十个里面死掉的九个 他就是你们本来就有做错事嘛 剩下活下来的那个也不轻松啊 他现在每天都要上班了 也没有周休了 他一年365天都要上班 可能只有偶尔休息个几个 20分钟什么的 那个日时 对不对 稍微休息一下 其他时候就是不间断的 一年365天 日日分分秒秒都在上班 你不要说 晚上他好休息 没有没有没有 他在南半球的时候亮 然后南半球晚上睡觉 他在北半球工作 这就是对你的处罚 所以剩下没有死的太阳 日子也没有过得好 但是从此以后 这个太阳啊 每天就会乖乖的从东方升起 从西方在落下 日复一日再也不敢 胡作非为了 变成了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务员了 人们的生活呢 也因为这样 总算恢复正常 哎 你看他其实有一些人 是有穿连身的衣服 这长老就穿上衣 后衣有穿上衣 这个女娃娃穿上衣 女生穿上衣 其他男生就包了个屁股 骨学后嘛 尿布 不是尿布啦 遮羞布啊 把重要部位遮住嘛 那女生 女生有胸部和屁屁 都是重要部位啊 所以要穿连身的 整个遮起来的 男生的话 我们重要部位 我们通常都说 屁股想叽叽 对不对 那个伸直器 那部分是重要部位 所以会穿 围住屁股的啊 这个是以前 那现在没有了 我们现在不可能 只围住屁股 就往外跑嘛 现在的礼节又不一样了 总而言之呢 人们的生活 总算是恢复正常了 大地也再次变得 生机勃勃了 哇 你看 又种出了 这个农作物了 也都有草了 有绿色的草了 也可以盖茅草屋了 真的是太好了 都是这个 大家的大英雄 后裔救了大家 你看小朋友也好喜欢他 后来他也当了 人类的那个领导者 可那时候不叫皇帝 他那时候也当了 当了帝王了 他的老婆很有名 后裔的老婆 女娲 不是 女娲是大家的妈妈 后裔的老婆 不是 猜的人很像了 这个 你看朝月亮飞的人是谁 女娲 什么女娲 嫦娥 嫦娥不是火箭吗 嫦娥是某一个中国大陆做的火箭的名字 不是他就是用嫦娥 也有台风叫嫦娥 对不对 台风叫玉兔 就是用神话里面的名字来命名的 好 我们刚讲 摄日的故事结束了 现在呢 他这个有 你不知道的后裔 在这本书后面有补充报道 他说后裔不是只工作这么简单 只设了十个太阳后裔 那个时候是个大盲人呢 那这个天地啊 交代他的工作可多了呢 他还陆陆续续去收拾了一批危害人类的恶兽 所以说他后来才会受到人民的爱戴嘛 以前的奇怪的那个妖魔鬼怪都好奇怪哦 有一个叫大风 大风就是鸟吧 大风子 不是大风子 你看他这个不是就是我们刚刚的太阳的那个鸟吗 很像啊 大风 还有这个叫亚语 这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它是他的名字啊 亚语 可是 可是我看不出这是什么 这个叫早齿 感觉很像 很像 很像青蛙 这很像九头蛇 哦 对他叫九鹰 九个鹰儿 九鹰 这个是 害我想到子鹰了 九鹰九头蛇 九头怪物 风吸 乱七八糟的哦 反正都被后裔设的你看 通过他设的 那后裔设置有功 太阳门呢 但 但是太阳门毕竟是帝君的儿子 我就说吧 他有跟他老板讲到一次杀掉他十个儿子吗 他一定没有讲嘛 所以帝君 我也没杀 最后一个没杀 但是杀了九个啊 那只叫你去劝他们杀杀的那个叫什么 劝劝他们杀杀他们的锐气 杀杀他们 结果你把他们都干掉了 没有了 那那个帝君 就是天地当然会伤心嘛 天地还是很神奇的 但你也不是没有为我们人民做事 所以他没有杀掉后裔 他只是把后裔 后裔和嫦娥原本都是在天界里面的天仙嘛 他们都是神 那最后呢 就被贬到人世间变成凡人了 那他们呢 到人世间就变帝王了 都过的日子过得很好 可是嫦娥他也不是很想一直待在这个人世间嘛 人世间有冬天会冷夏天会热 肚子会饿 吃的东西又很粗糙 不像他们在天上啊 可能不会饿 就算饿了也是吃的什么 很神奇神果对不对 什么桃子攀桃 他不想在这里 所以呢 想要冲回天界 那后裔也是有去请这个西天王母娘娘啊 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长生不老的药 我在人间至少我不要死嘛 我跟神是不会死的 我先呢 活久一点之后呢 再看看这帝君 就是天地 改变主意之后让我回去啊 重点是我要留的一条命嘛 好 那那个西王母娘娘 西天王母娘娘就给了他长生不老药 那么那时候没有保险柜啊 保险箱可以收 他就请他老婆帮他保管 请嫦娥保管 结果呢 刚好这个后裔 这边的故事就写说 后裔的徒弟叫做冯蒙 是谁啊 会不会是这个吗 冯蒙 想要抢那个不老不死药 那嫦娥呢 一急之下 没有地方再再不收 再不那个藏起来的话 就就要被抢走了 他就哇一下 往自己嘴巴里面一吃 结果吃了以后 他就独自飞到月亮去了 他自己就嫦娥奔月了啊 这是嫦娥奔月其中一个说法 对对 他后来他就养了宠物 在月亮上 就养了玉图 然后还遇到了一个邻居 叫做那个 是砍树的那个叫什么 钢铁伐木 钢铁伐木 无钢 钢铁直男 无钢 就在这个 雪球上面 咕咕咕咕一只伐木 好 哎呦 你看 整是乱七八糟的 然后呢 嫦娥吃了 长生不死药 去月亮了 那后裔呢 后裔死了 为什么 这个我们刚刚不是说冯蒙吗 他去抢 他想要抢 这个长生不老的药 没有抢到之后 这个坏徒弟 你看他们都被他部下 或徒弟的陷害了 好 他这个冯蒙 嫉妒后裔 后裔呢 那么强 那么受到人民的爱戴 就偷偷偷在背后 杀了后裔 哎 你看他在背后 给他来阴的 后裔就死了 因为他没有长生不老药 就死掉了 但是因为后裔啊 在生前 还没死之前 叫生前 为民除害 保护人民 所以死了以后啊 也被人们奉为 宗布神 就把他当成神一样的敬拜 继续庇佑人们 不受要挟的侵害 这个就是后裔的故事 我们下星期五见 再见